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上一回咱们讲了高斯是如何用尺规做出正式七边形的 那么有小朋友就给我发来私信说 他已经解决了另外一个尺规做图难题 三等分任一角 其实三等分任一角问题在200年以前 就已经被数学家们证明是不可做的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三等分任一角实际上是古希腊时代 就流传下来的几个几何问题之一 我们称之为古希腊三大几何问题 这古希腊三大几何问题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叫做立方背基问题 立方背基 什么叫立方背基呢 传说雅典城在公元前四万年的时候发生了瘟疫 于是人们就去太阳神神殿问阿波罗说这个瘟疫怎么结束 太阳神就说了 说只要你把这个祭坛的体积增大为原来的两倍 瘟疫就结束了 那祭坛是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体积是V 太阳神弦不够大 说你把它给体积给我变成2V就行了 那体积怎么变成2V呢 人们会想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边长加倍就行了 但是边长加倍其实不可以 因为地方体边长加倍体积会变8倍 那如果说你只把长加倍其他都不变的话 体积是变2倍了 但它变成长方形了 对吧 所以这个都不行 怎么办 不知道 人们就去问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柏拉图 那柏拉图怎么办 柏拉图以为这是很简单的 结果做了半天也做不出来 这是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就称之为三等分角 说我给你一个角 然后你用尺规的办法 把这个角给我分成三个一样大的角 这叫三等分任意角问题 第三个难题就是画圆为方问题 什么叫画圆为方 就是个圆形 这圆形的面积是s 说你把它给我变成一个方形 而这个方形它的面积也是s 就问这个怎么画 这三个难题从公元前400年开始 研究了2000多年 人们都没有搞定 直到19世纪初 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 人们才终于发现这三个难题都是不可耻规作图的 说我要证明一个东西可做 其实我们就找到一种方法把它做出来就行了 但我们怎么证明它不可做呢 所以这里面需要用到一些数学的特殊的技巧 而这个技巧是由两个年轻人提出来的 我们称之为欲论 什么叫欲论呢 可能有同学听说过群论 其实欲论和群论他们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的发明者 一个人名字叫阿贝尔 挪威的数学家 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加罗瓦 加罗瓦 法国数学家 加罗瓦和这个阿贝尔他们两个人 各自独立地提出了欲论和群论的概念 而这两个概念也成为近视代数 或者是抽象代数的开端 我们这里只讨论欲的最基本的问题 什么是欲呢 他们说如果有一个集合 这些集合里面的数字 对加减乘除这个基本的四则运算是封闭的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封闭的数它的集合 这个集合就构成了一个欲 构成了一个欲 我们举个例子哪些东西是欲 比如说最简单的有理数 有理数就是一个欲 我们称之为有理数欲 叫Q 有理数可以表示成两个整数的比 把两个有理数加减乘除 分母不为0 在这种情况下 它得到答案一定还是有理数 你不可能两个有理数相加得出个无理数了 对吧 相乘也不会 相除也不会 所以有理数就是一个欲 但是有一个欲比有理数欲还要大 比如说那就是实数欲 这个实数欲我们写成R 它就比有理数欲要大 那你把两个实数加减乘除 分母不为0 那结果还是一个实数 对吧 但是无理数它就不是个欲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两个根号2都是无理数吧 它们俩一相除 得到1了 得到有理数 也就是说你加减乘除之后 它必须还在原来的这个欲里边 这才构成了欲 还有就是负数 这个负数欲 我们称它为C 而且很显然有理数欲是最小的 对吧 有理数欲我们写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实数欲它是包含有理数欲的 这个负数欲又包含了实数欲 对不对 这个欲是可以一点点往来扩张的 我们利用欲的概念就可以解决 这三大几何问题中的前两个了 所以说这个阿贝尔和加罗瓦其实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们两个也是数学史上命运最悲惨的两个人之一 首先咱们先说阿贝尔 阿贝尔这个人他在21岁的时候写成了一篇论文 说为什么五次方程没有求根公式 把这篇论文寄给了高斯 高斯拿过来之后看都不看 因为他觉得阿贝尔这么年轻肯定做不出来什么成果 但他忘了自己也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做出了正式级连行 对吧 那么寄给高斯不行那就换一个人吧 他寄给了勒让德 法国著名的数学家 勒让德当时岁数比较大 七十多了 然后他看了之后说字迹太潦草 看不懂 后来他又把这个论文寄给了这个科西 然后科西忙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把论文给丢了 是吧 那没有人懂 他只好自己自费去印刷 那为了节约印刷的成本 他把自己的这个内容压缩到六页纸 那科西想象六页纸的论文就更不好看懂了 在后来的时候 他在27岁的时候 阿贝尔就去世了 因为他生活非常的贫困 所以得了肺病 然后就去世了 那么他去世了之后 法国科学院终于承认了他的贡献 然后就跟科西说 科西你把他论文丢了 你给我找 然后科西就把他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之后去印刷吧 结果印刷的过程之中 这个又给丢了 过了一百多年 才在意大利 这个阿贝尔论文又重新浮现了 所以阿贝尔的命运是非常多奸的 咱们来说加罗瓦 他的命运比阿贝尔还惨 加罗瓦他在12岁的时候进入中学 15岁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系统学义数学 但他非常有天赋 当时他学的数学的几何是学的勒让德的 叫几何学原理 这个教材是两年的读本 但是据说阿加罗瓦两天就把这个读本给读完了 后来加罗瓦在18岁的时候 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他就写成了一篇论文 也是关于五次方程为什么没有求婚公式的 寄给了法国科学院 法国科学院又指定科西去研究这篇论文 那科西他不看阿贝尔的 自然更不看加罗瓦的 因为加罗瓦比阿贝尔还年轻了9岁 科西靠不上 那我们就给弗利叶吧 法国科学院又指定弗利叶去研究这个论文 弗利叶没想到拿到这篇论文之后没过几天 弗利叶就死了 那就非常倒霉 死了 那怎么办呢 这篇论文又传给了博松 博松按说应该是法国顶尖的数学家了吧 给了博松 结果博松看了几个月 给出了一个评审意见是 这篇论文实在太难了 我看不懂 就到了这种程度 所以加罗瓦的贡献也一直被埋没 加罗瓦不仅如此 他还经常参与政治 当时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 所以风起云涌 他就站在共和派这一边 结果被抓监狱里关了好几次 关了两年多 出来了之后又爱上了一个女孩 然后跟另外一个军官要决斗 就为了争这个女孩决斗 他明白自己是打不过这个军官的 所以在头一天晚上 决斗的头一天晚上 他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自己的所有的想法都写下来了 一边写还一边说 我没有时间了 这就留下了著名的这个加罗瓦手稿 第二天跟人家决斗的时候 可能也因为头一天晚上没睡好 所以就被人打了三发子弹到肚子这 再撑了几天之后 加罗瓦就去世了 他去世了一段时间之后 法国数学家刘维尔才终于发现 说加罗瓦的贡献是非常厉害的 把这篇论文公之于众 并且印刷出来了 再往后过了几年之后 德国和法国的高等学校 就开始开设这个加罗瓦理论 而加罗瓦去世的时候其实还不到21岁 咱们可以想象 从15岁开始学数学 学到21岁就取得了这么多丰盛的成果 所以加罗瓦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它其实是可以跟高斯并肩的 但是很遗憾 加罗瓦去世的太早了 那我们接着说 就是用阿贝尔和加罗瓦的这个理论 我们怎么去解释尺规作图的问题呢 那我们继续来讲 首先我们在上一回已经讲过一个问题了 就是什么样的是可齿规作图的 可齿规作图的数字 可齿规作图的数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有理数 因为它可以加减乘除获得 还有一种就是加开平方根 我们可以把有理数开平方根 或者把有理数开平方根之后再开平方根 那这个都是齿规可做的 这件事情我们在上一回的内容里讲过了 大家如果要是忘了的话 可以再回去复习一家上一回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证明所有可齿规作图的数 一定要么就是有理数 要么就有理数开平方根 要么就是开完平方根之后再开平方根 这样的结果 我们称之为可齿规作图的数 或者叫规矩数 那么这些规矩数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欲的方法来表示 规矩数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欲呢 我们接着讨论 这就叫做欲的扩张 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欲 能够描述这些规矩数 首先我们第一次扩张 说有理数就叫Q 我们把有理数开个平方根 它怎么表示 这个表示方法叫E1等于Q根号A0 大家说看不懂啥意思 我们解释一下 这里边的A0一定是一个有理数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本来有理数构成了一个数域 我们现在在有理数里边加一个有理数的根号 它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数域 然后把它加减乘除构成一个新的数域 咱们看这个意思 比如说A0是2吧 2是个有理数 对吧 然后我就把2开根号 就根号2 我把这根号2这个数放到原来的有理数域里面 所以这个新的数域E1就是什么 就是它包含所有的有理数 以及根号2 以及比如1加根号2 2加3倍根号2这样的数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数域里面的所有的数字 经过加减乘除之后得到的结果 依然在这个数域里面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域的扩张 你看它比有理数域要大 但是它又是一个数域 它是封闭的 对吧 好 这些数字都是尺归可做的 因为它只用了一次平方根 但我们说过你用了一次平方根之后 还可以再用平方根的 所以我们再次进行域的扩张E2 E2等于什么 等于E1括弧根号A1 其中A1属于E1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以把E1这个数域里边拿出一个数开根号 然后把它扔到原来的数域里边去 组成一个新的数域 比如说A1是1加根号2 1加根号2这个数是在原来的这个数域里边 对不对 好 我把它扔进到这个数域里去 再加减乘除 所以E2等于什么 它包含全部的数域E1 以及1加根号2的根号 也就是根号A1 对吧 还有这些数字加减乘除之后的结果 1加根号 1加根号2 以及根号2乘以根号 1加根号2 … 这些都是新的数域 E2 我们就可以这样一直不停地扩充 进行很多很多次扩充 这样我们想既然可耻规做图的数都一定是有理数 或者把它平方根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可耻规做图数就一定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序列之中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若这个K是一个规矩数 规矩数意思就是可耻规做图的数 则一定会怎么样呢 则一定会存在一个数域的塔 一定会存在一个数域的塔 这个数域的塔就是有理数域它包含于第一个数域 包含于第二个数域 一直包含到第N个数域 而这个K就是第N个数域的数 每一个数域之间有什么关系 规律都在上面呢 其中EN加1等于EN经过根号AN扩域之后的结果 而AN它是EN中的元素 简单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加减乘除和开平方 得出来一个数域的塔 这里边每一个都是一个数域 而你这个K一定能够用一个数域塔把它包含进去 如果能包含进去它就是规矩数 可以持规作图 如果包含不进去 它就是非规矩数 你就不能持规作图 咱们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 但是你要想到当年阿贝尔和加洛瓦研究的时候 他们都只有十几岁 然后还是中学生的时候研究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厉害 我们通过预论的方法可以把哪些数字可做 哪些数字不可做描述出来 而一旦这个方向指明了 判断哪些数字可做哪些数字不可做 其实就比较容易了 一个普通的数学家也能完成 但是对大部分同学来讲 可能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 所以咱们略过中间的步骤 直接得出结论 最后我们的结论究竟是什么样的 结论是如果一个数字k它是可以持规作图的 如果一个数字它是可以持规作图的 则k一定是一个不可约方程 什么叫不可约方程呢 就是它不能因式分解了 不可约方程 anx的n次方加an-1x的n-1次方加an-2x的n-2次方 一直加加到a0等于0的根 也就是说你一定存在一个整系数的方程 这里面的这个an它ai它都是有理数 其实有理数和整数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有理数方程通过区分母的方法 那就可以变成一个整数方程 它一定可以写作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多项式方程的根的形式 并且怎么样呢 这个次数n它必须是2的m次 这就是结论 就是假如这个数字它是可做的 你一定可以用一个方程把它写出来 这个方程的根就是k 而且这个方程它的系数必须是有理数 它的最高密次必须是2的m次密 是2的密次 这样才行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3这个数就是可做的 就是可做的 为什么√3是可做的 因为它是谁的根 它是x²-3的根 x²-3在有理数范围内是不可因式分解的 它是一个不可约方程 同时x²-3的最高次是2次 2是2的一次密 对吧 所以它就是可做的 再来3√2 3√2它就是不可做的 它就是不可尺规做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3√2它是什么方程的根 它是x³-2等于0的根 x³-2在有理数范围内是不可约的 对吧 但是它的最高密次是3 3不是2的密次 所以它就不可做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了 我就得到了什么样的数字是可做的 什么样的数字是不可做的 这样的一个结论 好 黑板擦干净了 我们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就可以非常方便地解决 古希腊的三大几何问题中的前两个 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立方背基问题 立方背基它其实就是要做出一个边长为原来的 三次根号二倍的这么一个立方体 对不对 所以立方背基其实就是已知有一个长度是1 已知1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然后我们求做 求做一个长度 这个长度叫三次根号二 如果你能做出三次根号二来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新的立方体 但是我们刚才刚说完 三次根号二它是x³-2的根 它不满度 我刚才说的一个条件 所以也不可做 不可 完事 完事 所以你看我们一步就出来了 这怎么这么快 那是这样的 这两千多年的问题就被加洛瓦理论一步搞定了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说三等分角 三等分角问题相比于立方背基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在上一回的时候曾经说过 三等分角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已知一个角度α 那么就相当于是已知cosα了 就相当于已知cosα 如果我想求做1Ⅲα 其实就相当于求做cosα 这件事情不明白的咱们再回头去看一看上一次的视频就知道了 其实就相当于求做cosα 所以它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已知1和cosα 然后我们求做cosα 如果能做出来 那你就可以三等分这个角 如果你做不出来 就不能三等分这个角 那我们看一看吧 怎么去研究 首先我们根据一个背角公式可以得到cosα等于4倍的cos3Ⅲα 减3倍的cos1Ⅲα 它会有这么个结果 好 我们不妨假设这个我们求做的量就叫它x吧 就叫它x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写作 4x³-3x-cosα等于0 好 我就问这x是能做还是不能做 这个不一定 这取决于你这cosα到底是多少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α是180度 180度那就是cosα是-1 对吧 所以cosα就是-1 于是就变成了4x³-3x加1等于0 变成这个样子 有人说这个那肯定x不可做 这个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它不是个不可约方程 它可以因式分解 它可以因式分解成 2x-1的平方乘以x加1等于0 所以它的根要么就是1 2 要么就是-1 那很显然α-1 3是60度 它cos暗值肯定是正的 所以x应该取1 2 对吧 因此x取1 2 这个就是可做的 为什么可做呢 因为它的x是1 2 1 2是个有理数 它是属于这个Q域的 对吧 所以它是可做的 好α180度可做 那我们换一个角 90也是类似的 也可做 我们换一个角 比如说α是60度 这个行不行 α是60度 cosα就是1 2 所以这个变成了 把这个带到这里面去 再把它变成整数 8x³-6x-1等于0 首先我们说这个式子它是不可约的 你会发现它是没有办法一式分解的 所以它是个不可约方乘 这个不可约方乘 我要求你最高次的次数必须是2² 但实际上它最高次是三次 它不是2² 所以这个数不可做 所以这个x它不可做 结束了 因此60度角是没有办法三等分的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只有某些特殊的角度 它才能够三等分 而很多的角度它都没有办法三等分 这也是用加勒拉理动可以很快解决的问题 对吧 前两个就都解决了 当然第三个问题又过了几十年才搞定 第三个问题就是化圆为方 化圆为方 化圆为方实际上是把一个圆变成方块 那如果圆的半径是1的话 它的面积是π乘以1² 要变成一个方块的话 变成是L² 所以我实际上要做出什么 做出根号π了 但是后面有科学家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π这个数字它不满足任何一个代数方程 所以它叫超越数 这个π叫超越数 也就是说它不能写成一个多向式的根的形式 它不能写成一个多向式的根的形式 我们知道你要想能做 你必须得能把它写成一个多向式的根 而且这个多向式还有要求 最高次μ必须是2√m次μ 对吧 但是你现在根本不能写成多向式的根 所以化圆为方也是不可做的 所以你看这古希腊人还是很厉害 他们做不出来都是因为它不可做 对吧 好做的他们都做出来了 但是直到今天 虽然科学界上已经有定论了 但是直到今天还是有人不停的宣布 自己已经可以三等分任一角了 很多其实都是没有理解 尺规作图的一个基本规则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是这么三等分任一角的 我们画一个圆 然后把一个角放在圆心的这个位置 这是A 这是B 然后我延长AO 与圆交于C点 现在我用直尺 我用直尺去画出一条线来 画的时候我保证半径是1 对吧 我保证跟圆的这个直尺和直线的交点D 直尺和圆的交点E之间的距离也是1 我只要能保证这一点就可以了 咱们看半径是1 这个距离也是1 然后我们做一个辅助线 这个EO肯定也是1 因为是半径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角度α 就一定等于这个角度α 因为DE等于EO都是1 所以这个角度就是2α 又因为半径相等 所以这个角度也是2α 所以这个角度是多大呢 这个角度应该是不相近内角和 角D加角B 3α 这样你不就把一个3α变成了一个α 对不对 好像看起来可以三等分了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你这个尺子上是没有刻度的 你如何保证DE等于1呢 你如何保证DE等于1呢 这个事儿保证不了 你已经违反了尺规律图的基本原则 对吧 所以数学是非常严谨的 它规则是定死的 你必须按这规则来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加多瓦的理论 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解释清楚 为什么立方背积问题 三等分角问题 和幻院微方问题都是不可解的 既然数学上已经有定论不可解了 咱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三等分任意角的问题上了 就好像说我们已经知道 涌动机是不可能制成的 所以咱们也不要花时间 去制造各种各样的涌动机了 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种在正确的地方 不过反过来想 就像阿贝尔和加罗瓦这样的人 他们在中学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思维最火位的时候 都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取得的成果 很多都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思考出来的 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的朋友们 一定要珍惜你们的时间 要明白那句话 一寸光影一寸金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